就是看到那個沒有辦法操作SS 不過至少我們有個房貸已經做好的一個資料庫 再來藉由這個 MDB Viewer 我們可以去看這個Viewer我是放在雲端上面 你們可以把它自行再下載 叫做MDB Plus 那你把它解出來之後直接執行就可以 那這邊有個開啟 我就開啟這個資料庫 按OK 它就可以開啟 比如說我再寫一筆好了 比如說我這邊再寫一筆1200萬 然後 在1.9 那這邊的話 15年 按一個開始計算 一樣會產生一筆1200萬 這個可能要改一下那個小數點 然後年限15年 那做完這筆之後的話 一樣新增到資料庫 那也就把雲端上面那個程式碼新增一筆的程式碼 摳過來 把它直接執行 OK 那如果說沒有任何錯誤訊息的話 那應該已經寫進去了 可是如果說你想說 那這個地方是不是 將來寫進去有成功的話 你是不是要給我們一個 正確的訊息 否則的話 我怎麼知道有沒有寫入成功 那當然你也可以在 在寫完之後 可以給他一個 Match Box 就是讓使用者 怎麼樣 知道說你真的有寫成功了 不然的話 使用者也傻傻在那邊 到底有沒有成功 一直按一按 可能按很多 下 所以你這邊的話 可以 Match Box 那這邊的話 可以顯示什麼 資料新增成功 成功之類的 比如說你這邊的話寫個訊息 比如說資料新增成功之類的 OK 好 這樣子 給他一個 MSG BOX 就是一個 訊息方塊 然後讓使用者知道 你已經寫成功了 不要再不要再按了 不然 有沒有 新增成功 按確定 這樣子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用剛剛這個Plus 不過他不會 立刻更新 那怎麼樣更新 看他這邊有沒有Refresh 如果沒有Refresh的話 那我們就是要重開一下 Refresh Database 所以這邊有個 Database裡面有個 Refresh Database 那我按一下看看 重新整理一下 有了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 剛剛本來到這裡 那因為我第一次按了一下 後來又改一次 所以你會發現這一筆 就已經寫入進來 沒有問題 1200萬 然後 1.9% 15年 這個我剛剛寫的 這一筆沒有問題 利用這樣的方式 你至少可以看到 我們資料 你可以透過Database裡面的就是 Refresh Database 把資料 重整一下 發現這個資料 好像還蠻強 這個工具好像蠻強大的 裡面其實他已經有 有一些功能了 甚至可以做Seql語法 Seql語法 也可以在這邊執行 那其實你們也可以在這邊試一下Seql語法 OK好 那我們如果說單新增一筆之後 我希望怎麼樣 可以把 今天做的 比如說今天做了很多筆 假設 假設這樣 這樣子有點少 我把它 多複製幾筆 比如說我這個範圍裡面的資料 假設 我今天已經做了很多 假設 這些就是我今天做的 那我希望呢 可以怎麼樣呢 把這些資料 全部通通都寫入到什麼 寫入到資料庫的話 怎麼樣做P次 一次全部幫我寫過去 寫完之後 把這個範圍的資料清空 就兩個動作 一個是全寫過去 一個是刪除 就這樣 那怎麼樣把裡面的資料全部寫過去啊 其實原理很簡單 就是 把剛剛的那個單筆的部分 再跑一個回圈 也就一筆 寫從第二列 一直寫到 資料的最下面一列 123一直把反正把它寫進去就對了 那這裡的話呢 我們 就 OK那請各位再試一下好了 這個地方有一個MDB的Plus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來看一下多筆 那首先第一個你先確認一下 這個MDB 這個畫面再借給我一下 OK 應該都有找到這個軟體 這個應該這也是浮誼的 因為我網路上搜尋 我發現 太多東西了 網路上太多東西 可以取代SS OK 然後先把裡面先清空好了 然後也把它refresh 裡面確定是沒有東西 OK 接下來的話 我希望 可以把 Excel裡面的這些資料 批次 一次寫過去 一次喔 不是一筆一筆寫 太麻煩了 我希望 全部寫過去 再把 這些記錄清空 也就是說可能你下班前 你就把資料倒過去 然後在這邊清空 OK 那怎麼做 第一個 我們一樣 是執行那個 那個房貸計算 不過我們在執行之前先來看一下城市碼 那因為城市碼 蠻冗長的 但是說真的 冗長歸冗長 但是也沒有 很多啦 主要 有幾個細節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第一個 新增所有的資料 我們的城市 記得寫在這裡 那在雲端上面呢 我已經有給各位參考的城市碼 在哪裡呢 在也是雲端白板畫面 裡面的 這個 貸款計算 貸款計算裡面 剛剛是新增到資料庫這個城市碼 這個是單筆 那如果你要多筆的話 特別注意 在下面 下面這裡 點擊下去 這個地方的話 就會有多筆了 不過 特別注意他一樣是呼叫什麼 利用ADO新增資料 那 所以 剛剛你要先單筆 單筆那個程序要先留下來 那這個地方就是我們要的城市把它 開起來好了 那就是把這些 把它複製一下 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們的這個城市裡面 把它貼上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這一個 按鈕的名稱 我叫RECALL O 就是把所有記錄 寫過去 然後的一個 Click的一個事件 那特別注意就是說 因為我要寫過去的範圍 是哪些範圍呢 這個範圍的話就是 For I 等於 2到 最下面列 所以 特別要Ctrl向下 我們偵測嘛 所以第2列 一直到第16列 這個範圍已經確定了 再來怎麼樣 分別 把呼叫什麼 再來就一個回圈 呼叫新增資料的那個 利用ADO新增到資料庫的這個程序 那分別傳給他什麼呢 Sales I I I指的是 比如說從第2列開始 那就從第2列的資料 然後D欄 E欄 FGH 總共也是5欄 那他就會怎麼樣 呼叫 這個程序 一樣怎麼樣呢 把資料 寫過來 它說一筆 成功 兩筆 三筆 四筆 那假如說我